HELLO 大家好,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候 這麼快來到星期六 今天介紹四川五給大家玩一下 頭關星期六的第六場 是奧積的,柏絲剛輝對墨爾本城 這兩隊球近況都不差,尤其是柏絲剛輝 這場幫我選擇什麼給大家參考呢? 我選擇入球大小,2.5球中位數 1.7倍,如何選擇呢? 我看看兩隊的近況 柏絲剛輝現在排在第一位,柏絲本城是第五位 其實排名都不需要怎麼理會他 因為始終都是奧積得幾隊球 十場主人賽時,柏絲剛輝近這兩場就贏了 之前和一場,全部輸了三場 總共贏了六場 麥爾本城剛剛輸了一場,作下賽事 總共有四場贏,三場和,三場輸 近八場的戰績方面,柏絲剛輝也不錯 剛剛一比一和,威領頓獲王 之前主場賽事,贏中環水策3比2 而是入得,亦是失得 作下亞德萊德聯隊,穩打穩集的球隊 裡面,他都可以贏兩籃 主場亦對著布里本思考,贏2比1 這場對著麥爾本勝利,亦都踢得很 這場是挺好看的 因為半場領先2比0,下半場也有三球交收 總共贏3比2 再看麥爾本城,說真的 柏拉奴利,扭完計之後 基本上應該就不在球隊裡面 這場比賽,看回其他球員 主場大數,扭卡數分射機 但之前可能的士氣問題 都經常有失球,亦都是輸球 主場對著威領頓獲王贏2比0 但主場也是輸給FC色尼,3比0 對著中岸水手也是1比1 麥爾本勝利同時打比 也是贏2比1的作客賽事 對著西適利流落者也是1比2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其實兩隊都是大開大合的球隊 尤其是是帕斯剛輝的 基本上他主攻為主 所以變相防守力比較差 如果麥爾本城真的士氣回來了 其實作客也可能得到1、2個入球 但帕斯剛輝也可能能夠入球 所以2.5球中位數的大 其實就是我的必然之選 所以讓我一個非在那邊 然說是帕斯剛輝 大家可以寫的 先回應 3,2,3,3 3,2,3,4